現在在會期中 修會的時候我們來改 這個很簡單的事物 怎麼會搞成這樣 這個時候你就先搬過來 然後用那個無線麥克風 就可以進行執行跟背行 現在立刻就可以做這個執行了 這麼簡單的事 你為什麼要故意在這裡 讓大家委員有爭執 叫你擺兩張桌子 要四五個月 有這麼麻煩嗎 就讓他擺一張桌子 十公尺也要收費 把立法委員當盤子嗎 過去可能是一個立法院長期的漏洗 那過去八年不管沒關係 現在韓國委員長來了 他就是鐵了心 就是要來管這個事情 因為清廉是公務人員的 最基本的頂線 那不能說有什麼 跟院內的廠商和銷比較容易 如果你去找院外的廠商和銷比較困難 這樣子的連說法流傳在立法院 我都覺得是非常不妥的 說真的在當時我們要準備進去 開始裝潢的時候 每一位立委有三十萬的裝潢費補助 再加五萬塊的家具費補助 那那時候立委之間在討論的時候 就有一種說法是說呢 如果找院內的來的話呢 就比較容易和銷 所以很多人才去找了院內的廠商去做報價 但我當下聽到我就覺得有一點不以為然 因為既然這個補助的經費是固定的 那不管你是院內的廠商或是院外的廠商 在和銷的速度上不是都應該要一視同仁嗎 怎麼可能是用刁難的方式使得大多數的委員會比較傾向於找院內的廠商 這不是擺明了在特定廠商拉生意嗎 所以我是並沒有去找院內的廠商報價的 但我的幾位同事還不只一個人喔 去找了院內的廠商報價之後發現 什麼桌子從A地點推到B地點 中間才隔每幾公尺說要售一千三百塊錢 那甚至呢很多隔間然後系統櫃 也都沒有做大幅度的這個修改 竟然呢報價要從七十萬到一百萬不等 這都已經遠超過市價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後來蠻多新科立委對這件事情就覺得很憤怒 覺得這裡面是不是有貓膩 那所以呢我相信韓國瑜院長他兩次說重話 我是完全支持他的 過去的人就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但我們新院長有新氣象 尤其韓國瑜院長他對於清廉的要求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非常高標準 另外立法院職員這麼多在這裡 要特別拜託大家 警惕大家 任何立法院的一舉一動 都是被高度關注的 螺絲一定要鑽緊 我再說一遍 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單位螺絲一定要鑽緊 不叫而殺 當然為之虐 我們已經講過了 如果再出問題 即使是新春團敗 我依然善意的提醒大家 我們每一個環節都要做好工作 這是對立法院同仁深深的期許 以及對自己的要求 以及對自己的要求 立法院議員 立法院的三黨 全部都有黨 全家公務簽的舉行 這位親愛的共產民國商業總會 兩萬最兩者的企業家 向大家拜一個晚言 祝大家 榮免其大力 生意興隆 謝謝 1946年 1935年 中年的商業總會 我會成功 所以今天趕來這裡 參加新春 春酒 這裡感覺到人心 在這裡要向大家報告 我們黃金平媒長 3月17號 過生日 今天歲月花暖壽 我們要掌聲 來喔 正常一下 下日快樂 我們有東海 來 新小子 新來的我們上班的商業總會 討論今天 經濟部的補助 王副黨新職主席 企業界這幾十年 在台灣很大平 而且商業總會 是這麼好的一平台 讓企業界跟政府 企業界的生意 用全力的政府 來修理來 認識我們商業發展的政治 所以商業總會 這幾十年 台灣的經濟發展 貢獻的表現 我實在在想 地球上百萬一七十百 百萬三十人 土地 台灣三萬六千 平方的土地 在全世界的土地 是有萬能之上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在全地球上 七十五億的人口 在全世界的工業產品 在全世界的工業產品 請高達百分之三 親愛的企業企業 萬分之三的土地 千分之三的人口 百分之三的工業產品 這是工業產品 這是工業的工業產品 這次工業產品 好 今天掌聲給你們來吧 我們已經所看到的 麥克風喇叭螢幕 我們身上所穿的 我們所牽出到的 每一樣新的產品 新的產品 新的產品 台灣企業的幾乎 都是全世界的第一 衣服鞋的貿外 半導產經典代工 簡直是我的 看過一個尼泰人 然後跟人做阿伯的生意 跑到中東 一個帳戶一個帳戶進去 但等於其實手指向 跟阿伯的老衛 最終接種了 因為他們的企業 開始裡面找個專業 我也看到泰國 其實他叫毒品 泰國都不然當轉型 那這些人做藝術的話 咧 做咖啡的財 一個台灣商人 感覺要傷心 立得清楚 因為 但是我們時間會譬如說 所有技巧 泰國的咖啡 要重複 要喝百分之九十個歲 那司法組就答應了 他跟人家說 你不答應 這些人的 你們繼續做的原因 最後司法組同意 台灣人們親 他在泰國中 喜歡的咖啡跟茶葉 都不怕不下去 因為因為台灣的 蘭花生產品 看到了非洲 被法國之一的國家 習慣在家裡 逛一種花 他真的跑到 非洲 去捷運黨 現在跟我們企業家 為什麼台灣企業家 這麼有膽 這麼的服務 往前衝 我想很窮 我猜 我自己想 我幫幫幫 可能跟每個男人 當兵 當兵有關係 因為當兵 建造了各自 這樣多的人 接受的軍事訓練 掌量很大 所以拿著運氣 走一下 全是可以出現 那台灣商人的勤勞 認真 很有感 真的是太了不起 最後 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從事政治活動 一定要為大家做什麼 我也想要很多人 我們沒有辦法 幫你們接聽單 沒有辦法幫你們買社會 沒有辦法幫你們培訓 勞工 也沒有辦法幫你們分散 風險 那我們這次 政治活動要做什麼 我想了很久很久 我覺得我們就是要把他們進行 我們把教育辦好 把資產工作抓好 把能源正正解決 這個方面 把條件都做好了之後 這個組長 各行各業 百公百業 有一點希望 企業家 就自然來了 也展示了 我們把100月 過世的 負責現在的 所有的條文 我們要修正 把有利於工商班人 正正往前推動 我想 其他人跟政治界 大量的一起合作 讓每個領域 任真以赴 我們台灣自然會發光發熱 所以我們未來 政大行業的企業 是何萬能來行 我們一起來努力 在許淑婆 這麼一座秀 大家認識許淑婆 都聽到兩個字來行 他每一座 我認識他 一天到現在 我都覺得他很多 我們要打開鼓 一下吧 我們團圓起來 現在時間 清晰清晰不好 我們台灣已經必要開口 紅色 要探索一枝不秀 繼續發揮 台灣人勇敢 鼓勇的精神 在其他界 能夠打出一張 最漂亮的成績單 親愛的 中華國三位好朋友 大家一起團結 迎接美好的龍年 祝大家生日辛龍 公司海 台北冒生 大家分享 新年快樂 謝謝